大家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一 今天有些是资金流和北水的动向 橙色是北水的流向 橙红色,黄色是大市资金流向 而这个就是成交总额 你看到6月14日之后 北水开始增加了一点 大市成交金额亦增加了一点 再看看北水主流向哪里 6月11日超过了100亿之后 接着这个就增加了一点 现在就增加了一点 成交金额一直是为了1100亿 1100亿并不是太好 最好应该是1200亿至1300亿以上 才看到有多少动力 当然,如果能达到1900亿更加好 暂时仍然有个疵心妄想 能够升1200亿 而1300亿左右 当然,有1300亿头与1300亿 当然,越近1300亿更加好 现在也说大家要留意这支线 趋势又少 好像不太好 又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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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留意北水的同向 最近五天 流入北水比较多的就是中移洞 因为派息期间 前五天就是这样 然后近五天流出的 亦有云桥等等 这些东西 没什么的 在轮流炒 轮流炒 没问题 今天来说 市场是先跌后升 再回一点点 暂时来说 到现在这11点左右 大事上只有六个板派有上升 上升六个板派之中 其中最大五个的 就是零售 半导体继续排起头位 即使是连续 这两天来说 都是OK 银行亦相对高位 其他方面 就等我们来看看其他 究竟是什么 我们看到零售方面 这些全部都是在线上的 比较上面做得比较好 半导体方面 一直都是这样说 这些半导体基本上都是属于阿爷支持 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农业产品之中 亦都有很多这些 你看得到的就是 个别的农木产品 就是升多了 其他基本上不是那么多 所以农业产品并不是带动 市升的龙头 然后就是银行股 普遍地是上升的 因为之前银行股 有了很多回调 到今天有点回升 因此就好了 农业股 如果稳定了 大市开始 应该是稳定的 其他有很多基金等等 慢慢要等 好 接下来看看个别的板牌方面 板牌方面 腾讯升少少 恒生中学企业升少少 营库基金升少少 美团升多一点 比较迪升多多 阿里巴巴仍然是没有太大长进的 因为银行股上升 因为银行股上升 然后比较迪电子升多一点 大市开始 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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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大致上 应该在18点期间 做一点点的整股 希望可以继续整股成功 18点期间 因为179 18点期间 这里做点整股 希望整股成功 先站在18点 再接下来 这里的阻力 大致上在185左右 这里阻力是185左右 支持 暂时在 在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底部就是175左右 暂时在这里 和这里之间是移动 我们看看 今天有什么股票留意 今天在英传的楼宇 就是昆顿能源